大家好,我是整机师 看一下小胖子跟叶峰今天凌晨这场主力抢时 今天早上起来收到好几条私信 说这个很精彩,要我录一下 那来看一下这个到底精彩在哪 先来看一下八神内战 小胖子来了,起身小影跳地区 他预判到叶峰起身要后跳了 看是没有粘住 不然可以抓到 这个后风抓给小胖子吓一跳 不敢动,刚想动就被抓了 关进角落,骗一下 看一下八神跟大猪 他们两个好像挺长时间没打了 要不就是我挺长时间没看了 反正我有日子没看过了 之前有一段小胖子不是给叶峰打的 是吧,一顿神奇的招 给他打的莫名其妙 现在能破解了是吧 这距离不够 这里肯定被大猪抓 拍我一下 先切防,闪,没有抓到 哦,没有抓,他就知道他要跳 直接过去钻了个当 掏了一套六连 这边大跳身后,然后再抢抓 骗他要打逆向 叶峰的八神很喜欢跳C打 大猪或者大门的逆向 很神奇啊 这八神上来这么猛 这要吃必杀了 是不是要蒙个波 万一打中了呢 是不是 看一下这边千鹤打个落点 他没想到打中了 想反遥臂打一下他落地的乱动 一比零 主要是这个八神残血之后啊 就剩一下不光带走了大猪 还把大门给打残 觉得很快了 叶峰的跑抓 被小胖这边预判到 然后反抓 只剩大一条 再挠回来 看能不能关注啊 关不住 飞腿有点抢不过 叶峰现在还有气呢 漂亮 直接摆回去 哎八只女走丢了啊 嘿 引搞输 要不然正好带走 他披萨不见了 这这就换血了是吧 骗一下 不上当 能量闪送货上门 要吃不接必杀 想要晕直啊 挺贪啊 这次要接了 不接必杀带不走 可以啊 这个这局看一下这边 残血八神面对马列 胖子就吃这招 这距离小跳啊 小跳的话 你起身起身带了抓的话 必出败招啊 然后这个马列的抓 要凭你远 所以所以他能抓到你 小心乱动 跳地抓再夹 还有一套 跳身后抓再夹带走 这把马列的血和气啊 基本上满了 先切防 再抢抓 正面 这跳地肯定带了玫瑰了 要不然这个点他不敢打的 又是下地回空之后再抓 空防 这场放的一下也抢不着 爆气玫瑰 快走 反三了 我去 那这场比赛 确实精彩 这前两局啊 叶峰第一局八神很 很优秀啊 第二局马列 那看来这一局又是八神的活了 上来打了一个 这反三其实 对吧 尤其是被一个小五强的角色反三啊 这个心态 是不是 所以说这九七里面啊 两个反三 最强的角色 分别是大门跟马力 所属两个人 其实其他角色反三也挺强啊 只不过 说实话 那千鹤手底反三就肯定不如马力或者是大门好看 而且千鹤说实话 反三也不多 可能是没人关注的原因 先来看一下这边大门 哎这波千鹤要抓不够啊 小胖的这个阵就很奇怪 他为什么选择这么难的一个阵法 八神有无数种阵法 每一种成功率都很高 而且都很容易 他偏偏选择一个最奇葩的 因为涉及到跳的 涉及到厚厚的这种 其实这个 失误的概率很高的 他想去追千鹤的兽神 哎没想到这铁头千鹤天天兽神 就这下没有 那确实快三局五分钟 第四局开始了 现在叶峰这个鬼步抓用的少了 然后这个 延迟抓用的比较多啊 他那鬼步抓感觉 现在吃的人很少了 连包王都不吃了 就很难受 主要是下臂这个抓啊 现在大家都有所防备了 换套路 延迟抓对吧 就是你防鬼步抓的时候 你肯定要出轻攻击去 封他或者是反抓 这时候他延迟抓一波正好打你 一环套一环 剃得了 过分了 干 这路串什么 主要是没血了 多打一点试一点 这大猪这一顿忙活终于碰到了 好不容易 还没到脸前一个注尺又给拍回去 这下骗到 潜潜AB不用 千贺起身慢巨慢无比 而且摇摇乐之后不能瘦身 作为97起身最慢的一个角色 而且大猪都能跑到他脸前 时间不多了 能量产一个生龙 大猪血量还多一点点 好了 看一下这边马力 还好远一点 没有被抓到 看看呢 大猪啊大猪这几锤下血 马力的血瞬间见底了 够狠 小跳再抓一个 这马力再钢一个CD一个青 看看跟大门 他只有一颗气 好了 一颗气残血 又是这个啊 先前方 然后再抓 进角落 大门这波啊 逆向战C前A 升龙甲 要打晕 过分 这个就很过分啊 人家大门都升空血了 还给打晕了 这一套跳过六连啊 打的词是 战必抓 失误了 夜风要打一套云 肯定的啊 战必16C啊 这变成了216C 直接直接甩出来一个大手雷 然后把自己带走了 并不是他们这个飞的一定要出鬼步五连 他们只在特定的时候出 比如说他的血量刚好一套鬼步五连可以带走 或者是啊 刚刚好就差那一个前A可以打晕 像刚刚那种情况才会出 不然 说实话 你手法再好 鬼步五连这个东西啊 失误率还是非常高的 就像打大猪 没有人用鬼步一样啊 刚刚这下出了个远C 因为打大猪走鬼步的距离啊 就相当于 打普通角色走鬼步五连的距离 所以打大猪 基本上没有人使用 我们成功率比较低 这个下地挥轰的球 媚出来 看一下这边满血大门对前鹤 其实前鹤要不刚他的话 我感觉下盘不振是可以打到的 他这是上升的时候按着地 骗到了 天地反要不要剪 敢吗 不敢 再一个跳壁回空 天地反带走 他总是这种奇葩的阵 这个 真的也花里胡哨 大门又进角落 这个圣龙被蹬下来 原地跳赤 封回去 这圣龙打这么远 这大门被玛丽追着 一顿打呀 继续追 下盘 抢空 没有夹 逆向玫瑰 带走 就是感觉啊 这个每一局都有机会 是吧 但是 哎 就不行 因为这玛丽内局都被大猪打到 就剩一丝血了 愣是翻了两个啊 给这个下臂鬼不抓啊 又出来了 用上了 这个跟颜值抓得换着来 换着来换着来 这居然堵中了 没有气 这个没法接B长 打晕了 前面的鱼直转都留下了 其实前面这5比0 打得并不容易啊 玛丽好几次 惊险的翻盘 但是这比分一看啊 就看起来很容易 这场比赛 还是非常精彩的 不知道后半段怎么样 至少前半段是非常精彩的 当然如果有小胖子的粉丝来看的话 那肯定就 撑到了 所以建议关掉 他们的柱子打着钻球 打得好准 前赫做掉两个人 还有这么多的血 看一下这边大门 离这么近 就是推 就是柱子 骗一下 还好没出下C 不然一个跟反就给弄走了 一个大杯 一个大别子 还想要挨我去 能不能梦到 同归于君 算你很 0秒绝杀 好了 现在比分6比0 这个因为是跨昼夜的比赛啊 现在刚才是6月6号的部分 现在是6月7号的部分 所以得手动写比分了 还是连不上了比分 再一顿百合折 我发现他的百合折就神出鬼没 你总要吃那么一两块 这剧八神 活活关子 好了 看一下这边 赫对八 这边 这大猪很灵活 灵活小胖子 大猪这边 终于出来了 前后还有一锤子买卖 没有锤道 时间又不多了 大猪 雪亮领先一个猪子 还钢一颗吧 不钢了 哎这是什么 这生龙失误了吧 出了一个顶没一阵 看一下 马力大跳C 这一下正好跳过他的阵A 两气先爆一颗 这大门这爆气爆的 玫瑰呢 这点不够 炮抓失误 出剪破烂 2C滑上 真劲疼的 不够 瞎 莫名其妙 除了减半就摘清手 这无敌手法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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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小兵滑腿 剩下被鱼弹了 直接挠了 这下小胖子没抢赢 看一下八神 大猪 大猪打 这个防守 谁谁地切 他这指令头太远了 看一下鹤跟猪 别说啊 这两局其实大猪打的还是挺好的 主要打千鹤打的还可以 对吧 你看至少千鹤掉了好多血 或者还能带走 你看看 这一锤一锤的 没骗到 一个钢CD好像可以带走 好了 现在来看一下 这CD钢的真好 这满力的气快补满了 大猪再剩一丝 他夹一下就满了 开局 放弃 哎呦我去 接的真准啊 看招看得好 秒了 我估计这场比赛也就20分钟 我看了一下 昨天晚上11点40几打的 然后12点07结束 11点40几打的 这有晕脂啊 这种通防之后被抓的 晕脂可以保留 这种通防之后被抓的 晕脂可以保留 要吃必殺了我感覺 不用吃必殺了 帶走 這兩個人一頓2C 這距離戰C葵花好像有無敵波大葵花 還選擇了八隻女 要氣太多沒機會消耗一下 糟糕了 穿3 10個賽點 這頭髮肯定是沒了 我一直看他們說精彩 我以為精彩在哪 前上半段馬力各種翻盤 上半段馬力後面滑水 蠢蠢的一個混著 時間又不多了 時間都去哪兒了 就打大豬身上了 發個波查的嗎 還想來個打亭 把氣攒出來 這個 這還中了 這不是血鑽嗎 這個 暈了 逃腸子結束 還可以 還可以 收隊 險勝 其實 始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